飞越世界 穿梭国际 社会 职场 生活 时事 哪来一记变化球 看我接招 那些老外教我的事 和你easy talk easy work 您现在收听的是 好家庭联播网 最近我跟很多人一样 每周二都忠实追看 Netflix推出的 全新韩国料理实境比赛 我着迷到 已经接连两个礼拜 都在节目当中 提到这部制作规模 真的是令人叹为观止的 韩国节目 大家都知道吗 现在手机随时都在偷听 我们讲话哦 所以好不意外的 我的脸书也开始出现了 各种跟黑白大厨相关的文章 贴文 虽然说被社群平台的演算法跟踪 这不管多长发生 依旧是一件让人头皮发麻的事哦 可是我忍不住心中有一点小小的庆幸 演算法 这么的creepy 这么的聪明哦 这么的不着痕迹的都把我的喜好给摸透了 因为就是因为这样子 才能够让我接触到这么多不同的内容创作者 不然我根本也不会知道说要去哪里 follow这些熟悉韩国的语文 韩国的文化是在韩国生活工作的人 他们因为可以直接接触到韩文原文的相关新闻 还有网友的评论 所以呢就有很多第一手的或是第二手的补充资讯 可以来跟其他的观众分享哦 也等于是帮助我们可以弥补很多 可能因为翻译的过程就遗漏掉的一些小彩蛋 我前几天就看到有一则脸书天文就分享到 爱玩谐音梗 这其实根本就不是台湾的专利哦 原来在黑白大厨的节目当中 以绰号参赛的这些黑汤匙厨师哦 他们的名字都是暗藏玄机 都有很多的谐音梗哦 只不过有一些巧妙之处 难免在翻译成另外一个语言的过程当中就被牺牲掉了 这次贴文里面特别提到了两位参赛的黑汤匙主厨 其中有一位他的绰号叫做阿姨无菜单料理一号 那这个很长的绰号呢 其实是因为这位阿姨他的餐厅特色 就是他做什么客人就吃什么 不需要点菜也没有菜单 反正一切就交给阿姨包办 我是看了这篇贴文才知道 原来呢实际上中文翻译过来的这个绰号 阿姨无菜单料理一号 好像又臭又长 可是其实呢 在韩文的发音 不过就是 这个绰号呢 其实呢 是两个不同的语言当中 用两个单字所组成的一个合成字 阿姨在韩文当中就是有阿姨的意思 可是呢 不同于美国很多的韩国餐厅名称里头 常见的这个阿姝马 阿姝马在韩文也是阿姨 可是比较像是中文 我们可能会称呼 就是早餐店的阿姨的那个阿姨 所以アジュマ这个阿姨 比较像是所有的 女性长辈的一个统称啦 可是妹的阿姨 其实就是在称呼 你的妈妈的姐妹 是跟你有血缘 有亲属关系的这个阿姨喔 所以就是比较亲密 カセ カセ的カセ呢 其实是源自于日文的オマカセ オマカセ直接翻译过来的意思呢 其实就是细节就任凭您处理吧 那爱吃日本料理的韜客一定就知道 オマカセ其实它本身 就是一种非常特定的日本料理 意思呢 就是全程交由主厨上菜的 无菜单握寿司料理 在纽约有非常多的 オマカセ餐厅 那这些餐厅呢 基本上都是主打高级 精致的独家享受 オマカセ的餐厅 它的大小往往其实可能就是一个 吧台 大概就坐个12个人 14个人左右 让客人可以在吧台前 亲眼见证主厨 在你面前切生鱼片 捏成握寿司 然后再把成品递到你的餐盘上 这就是オマカセ特有的一个尊爵享受 所以这个参赛者 他竟然想到把韩文的阿姨 Aimo这个字和日文的オマカセ 组合在一起 变成他的绰号 也确实非常符合 他自己开设的餐厅的营运的模式 我觉得当中真的是非常的有巧思 真的是堪称一绝 那另外一个黑汤匙厨师呢 他的绰号就叫做中文翻译过来 是这个拿破里美味黑手党 一样是又臭又长 可是我们都知道 其实语文的翻译有的时候 就必须可能要多用一些的词汇 才可能勉强翻到八成的意思 那这个参赛者他的韩文绰号 其实是叫做Napoli Mafia 就是Napoli Mafia 那这个绰号其实也是在玩一个谐音梗 Napoli其实就是拿破里意大利的原文嘛 可是Mapia 这边还故意将黑手党 黑手党的意思 其实我们知道他的原文的字 应该是Mapia 那在这边呢 很明显就是做了一个变译哦 从Mapia变成了Mapia 为什么F的发音会变成P的发音呢 主要的原因其实有两个 第一呢就是因为韩文当中 是没有F这个发音的 韩国人没有办法发出 准确的发出Mapia的音 可是第二个变译的原因 其实就是他这个谐音梗的来源了 因为呢Map M-A-T 在韩文里面 其实呢是有味道 有感觉 甚至是有享受 这样一层的意思哦 所以呢才故意把 应该是Mapia 应该是M-A-F-I-A 拼法的 这个黑手党这个字 变译变成了Mapia 就是M-A-T-P-I-A的 拼法 那中文的翻译 拿破里 每位黑手党 虽然有将他的意思 给翻译过来 可是呢就没有办法 完整的去保留 这个韩文谐音梗的 巧思和巧妙 所以有一点点的可惜 为什么 接连第三个礼拜了 又在节目当中提到 黑白大厨 又还要来跟大家聊 什么韩国的谐音梗哦 那当然这不只是 因为我是一个电视儿童哦 主要呢是因为 今天在哈利波特 眼睛班当中 想要以 DESIGNATE 指名 这样的一个主题 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 哈利波特的系列小说当中 是如何让我们 见识到了取名的艺术 命名的重要性 以及被指名背后的意义 DESIGNATE 其实意思就是指名 或者是指定 比方说棒球当中 有所谓的指定打击 DESIGNATED HITTER 简称是DH 通常会被选为是代替投手上阵打击的这个DH 他原则上呢应该都是攻击力在平均值以上的球员 所以呢球队上并不是谁都可以被指定成为这个DESIGNATED HITTER 又比方说英文当中 有一个说法是叫做DESIGNATED DRIVER 简称滴滴 滴滴是什么呢 就是如果今天你跟一大票朋友 要一起出去买醉 通常呢会指定其中一位朋友 就是要担任滴滴 意思就是他整晚不能喝酒 滴酒不沾是因为这个滴滴 DESIGNATED DRIVER 他必须要负责担任安全驾驶 把所有人都平安的送回家 滴滴一样是不能够随便乱选的吗 不是什么人 大家都信得过 让他担任滴滴的 肯定是要去指明一个够负责任 够有肩膀的人 大家才能够安心畅饮整晚吗 说起来哈利波特的人物设定 也很有趣哦 因为哈利他这个本人呢 他的一切从他的名字到他的长相 到他的资质都是非常的普通的 可是呢他在书中却也是被DESIGNATE 他被指定了 指定他的是谁呢 不是别人就是他被佛地摩亲自指定 书中不是常常会提到说哈利是The Chosen One吗 他是被选中的人 既然他是被选中的人肯定有选他的人嘛 选他的人正是佛地摩 佛地摩等于是亲自DESIGNATE了哈利 未来要成为那个消灭他的克星 说来取名这件事情 命名这件事情 在哈利波特的小说当中 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彩蛋 后面有很多的这个学问跟巧思 作者JK罗林他不只是擅长沙巴一队 看起来好像很酷炫的魔咒术士 他笔下的角色命名 更是让大家见识到他的创意无边 可能内行人多多少少都有发现 其实呢JK罗林他想到了这些 好像看起来很魔幻的名字 基本上都是有所本的啦 这个出处呢 当然不外乎一些西方文学常见的命名宝库 比方说像是沙翁剧作的角色啦 或者是亚瑟王的圆桌武士啦 当然呢也有参考各种拉丁文 希腊文古罗马文的一些比较经典的名字喔 那再由JK罗林自己做一些变异 我前几个月有机会去苏格兰玩的时候 有在爱丁堡停留了几个晚上 那当然呢不免俗的是要参加一些当地的 这个walking tour 就是有一些导游可以带你去逛逛这些老街街区啊 跟你分享一些在爱丁堡曾经发生的一些鬼故事 那大家应该都知道 其实JK罗林曾经有一段时间是住在爱丁堡的 哈利波特有一部分的故事情节 尤其是第一部小说 也是他住在爱丁堡的时候所写下来的 那当时的导游就分享到 其实呢在爱丁堡市中心有一个非常历史悠久的墓园 你如果很认真的去搜寻墓园当中的这些成年百年的墓碑的话 你很有可能会发现很多在哈利波特书籍当中出现过的一些姓名哦 所以有一个说法当然就是这个JK罗林 他可能是在写作的过程当中偶尔会来墓园散个部 然后透过这些墓碑得到一些灵感 才成为他书中的一些材料一些角色命名的来源 那到底是真是假呢 其实JK罗林曾经在访问当中有这样子的一个分享 可是日后呢又好像有收回这样子的一个说法 反正呢就是一个参考啦 就是这个命名背后也是有一些些的学问 也是需要一些些的灵感嘛 那不管是哪一个文化种族 我相信其实所有人都能够理解说 名字它是有它的重要性的 There is power in a name 曾经有一个哈佛大学做出来的研究指出哦 当有色人种舍弃他们自己的原名 尤其比方说如果你今天是亚洲人啊 非洲人啊 你的名字本身有一些民族性的特色 对于欧美人是比较不常见的话 如果今天你刻意去换个名字 去选一个听起来 可能比较像是白人的名字的时候呢 这样子的申请者 他们在投递理论过程 他们的录取率会直接翻两倍耶 所以可见呢 其实名字就是一个人的门面嘛 很多时候那也是让别人 会萌生想要认识你 或者是应该是说 让别人会对你产生一个低印象的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管道 那最近身边不少朋友 他们都生了龙年宝宝 有些人就为了取名字伤透脑筋啊 如果家里是很讲究的一些长辈 他们可能会觉得 一定要等到有了生成八字之后 再去算一个笔画吉利的名字 那有些人呢 则是自己可能准备了 落落场的一个名字清单哦 但一定得要见到了这个宝宝之后 要看他长怎样 是长得比较像哪一个名字 才能够决定最后到底应该是 要如何给这个孩子取名 我很喜欢的一位南非裔的喜剧演员 Trevor Noah 他就曾经在他自尊当中分享哦 在南非呢 替孩子命名这当然也是一件大事哦 父母亲会将对孩子的希望 寄托全部都浓缩进 他的名字当中 那神奇的就是 一个人的名字 好像或多或少 就是会产生某一种 self-fulfilling prophecy 某种自我应验的神效哦 名字如果自带一个什么样子的意涵 好像不知不觉 叫这个名字的人 也会活成那个样子 好比说Trevor 他的妈妈的名字叫做Patricia 那Patricia这个名字的意思呢 有she who gives back 这样的一个意思 就是予以回报的女性 而没想到他的妈妈确实呢 也就是他们家庭当中那一个付出最多 不断给予的人 那Trevor的母亲 因为可能自己好像有感受到 名字给他带来了 还蛮沉重的一个枷锁 所以生下了儿子之后 就故意选择了Trevor 这样的一个完全跟他们的家族 跟他妈妈首读的这个圣经 甚至是跟南非通通完全脱节 也没有任何关联性的一个很特殊的西方名字 妈妈就是不希望用一个名字 来决定儿子一辈子的命运 她希望借由Trevor这么一个特殊的名字 鼓励儿子提醒儿子 可以永远抱持着一个开放的思维 可以不带成见 不被前人所约束 不被别人定义 没有任何包袱的 活出独一无二的自己 所以当然这个背后的心思 是希望替儿子带来一种解放吧 可是其实 这不跟所有天下父母心是一样的道理吗 在这个名字当中 依然是寄托了很多的 做父母他们自己的一些想象 还有期待吗 哈利波特的小说当中呢 男主角还有头号大魔头 这两个人的名字呢 都可以说是英文当中 非常蔡奇亚的蔡奇亚名 就是哈利 还有汤姆 佛蒂摩 他的本名是汤姆瑞斗 那这个名字呢 并不是J.K.罗林随便乱取的 你甚至可以说汤姆这个名字 就定义了佛蒂摩 这整个人 他的设定 他的命格 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 佛蒂摩的母亲 摩柔 摩柔 是史莱哲林的直系后代 那本来应该是魔法界 作为古老 最备受推崇的 纯种巫师家庭之一喔 可是因为他们家道中落嘛 所以呢摩柔 他很可怜的是在匮乏 是在父亲还有哥哥的 言语虐待当中 长大成人的 摩柔后来爱上了一位 名叫汤姆瑞斗的麻瓜 不惜使用魔法 让对方和自己成婚 生下了儿子之后呢 摩柔决定让孩子跟老公 同名同姓喔 那摩柔是真心爱着汤姆瑞斗 所以最终呢 还是选择放生老公 不要勉强硬是用魔法 把人家绑在自己身边喔 虽然摩柔也曾经 不惜见价出售自己的 一条传家宝的项链 可是到头来 依旧是无力独自 抚养小汤姆 摩柔失去了他此生的挚爱 已经生无可恋了 年纪轻轻就撒手人寰 所以小汤姆就成了一个 没爹没娘的孤儿 顺带一提呢 哈利波特的电影版本 就是因为长度 所以把以上这些东西 这些背景渊源 这些细节都直接省略掉了 但就是因为 就是爱与篇幅的关系 我觉得电影的翻牌 很多时候都遗漏掉 这些我觉得还蛮重要的 前因后果 尤其是在混血王子的背叛 还有死神的圣物 这最后几集当中 我觉得实在是省略太多了 如果你真的没有看过小说 去看电影的话 我自己会觉得 你可能很多桥段会觉得 为什么会是这样子 或是怎么会从 这边变到那边 等于是好像要观众 自行脑补喔 所以希望呢 也可以透过哈利波特眼睛班 来帮大家复习一下 那些电影 忘记告诉我们的事 总而言之呢 小汤姆瑞斗 他在孤儿院的成长过程当中 很快的就已经意识到 他自己与众不同 他有魔法 可以让他不喜欢的人 按照他的意思去做事喔 那汤姆很自然的 也就会认定说 他是特别的 他跟其他人不一样 也因此他就更加痛恨 汤姆如此平凡的一个 蔡奇阿米亚 汤姆瑞斗长大之后 得知自己的身父 根本就是一个 平庸无能的麻瓜 而他竟然是继承了 跟父亲一模一样的名字 这简直就是他此生 最大的一个耻辱喔 所以汤姆瑞斗 亲手是父之外 更决定要把他自己的姓名字母 重新排列组合 自创出了佛蒂摩 这个全新的人设 还有姓名 佛蒂摩的英文拼法 其实呢 是法文佛蒂摩的合成字 那这佛蒂摩 这三个法文字字面上的意思呢 是flight of death 或者是死亡飞行喔 我相信不管是作者J.K.罗林 还是书中人物汤姆瑞斗本人 哇 他们真的都非常了解 人如其名 这样子的一个道理喔 你今天想要以一代魔头之姿 流名侵蚀 那第一要物 当然就是要流名嘛 你要取一个会让人一听 就发抖 就印象深刻 就被振折到的名号 佛蒂摩得偿所愿 他的邪恶 他的恐怖无远弗戒 让魔法世界的人 甚至不敢私底下使用他的权名 只敢说 You know who 那个人 少数那些敢直呼佛蒂摩明慧的人 不是像哈利当年那样的无知 不然呢 就是不怕死 而这也在最后一部小说当中 成为了一个很重要的伏笔 我们上个礼拜在哈利波特眼睛班当中 有提到 哈利 荣恩和妙力正式展开了搜寻分灵体的任务 其中一个分灵体 就是佛蒂摩母亲魔柔的家传项链 为了要夺取项链 三个青少年勇闯魔法部 有惊无险的完成了任务 可是也必须开始他们流亡天涯的日子 虽然终于得到了一个分灵体 可是三个人不但不知道如何消灭他 这个带有魔性 甚至可以说是 好像活生生的分灵体 更成功的分化了三个好朋友 荣恩戳破了哈利 他根本毫无头绪 不知道接下来该如何是好的事实 选择就地拆火 哈利他的妙力虽然大受打击 却只能够相应为命继续他们漫无方向的旅程 虽然毫无头绪 可是男主角光环还是正常发挥啦 就算你今天啥事都不做 也能够让哈利获得重要情报 哈利和妙力辗转得知了史内普 将葛利芬多宝剑存放进了矮腰的银行古灵格哦 可是呢 金库里面的这一把剑呢 其实根本就是赝品 是假货 真机虽然下落不明 可是呢 哈利和妙力也确认了 宝剑就是能够消灭分灵体的武器 也因此找到格力芬多宝剑 成为了两个人的新目标 妙力于是呢 就同意跟哈利前往 高椎克洞 这个地方呢 不仅是格力芬多学任创办人的故乡 同时也是哈利的出生之地 更是他的父母亲 惨遭佛地摩杀害的案发现场 哈利自己其实是 抱持着一点私心 他老早就想回老家走走 但并不是为了寻找分灵体 或者是保健村 所以就只是 他希望能够回到他的根 回去寻找 他父母亲的一些足迹哦 可是一直以来 妙力都不愿意陪哈利 回到Godric's Hollow 主要是因为他很担心 佛地摩一定知道 高椎克洞对于哈利的意义 所以搞不好 已经在那边设下了埋伏 所以迟迟不肯同意 这个行程 但如今为了要寻找 格力芬多宝剑 妙力下定决心 有冒这个险的必要 果不其然呢 哈利和妙力中计 在Godric's Hollow 差点落入了佛地摩的手中 真的是在千军一法之际 两个人再一次逃过一劫 可是呢 在一片混乱当中 哈利的魔杖 却被折成了两段 我一直笑说 哈利他有男主角光环护体 可是我觉得 更精准的一个说法 应该是 他根本就是天煞孤星 就是因为JK罗林 他不能够太早 让男主角领便当 所以就只好让他周围的人 当替死鬼了 哈利呢 他真的是命运多舛 先是一出生 父母亲双亡 跟自己一起参加 三屋斗法大赛的同学 也死在身边 紧接着自己失散多年的干爹 壮烈成人 保护自己逃离 水蜡树街的疯眼和目的 也在最后一集小说 才刚开场就阵亡 就连陪伴他自己 这么多年的猫头鹰黑眉 也难逃亦死 现在 他的魔杖 还被摔断了 格力分多宝剑 还有其他的分灵体的下落 全部都是一冲莫战 哈利真的是惨到 一个低谷 逼到了绝境 已经一无所有了 可是 在这极度绝望的一刻 哈利 竟然看见了一个 母鹿形状的 patronus 就是 可以击退 那个吹狂魔的护 护法 看到母鹿的 护法 在深夜的树林当中 这个母鹿 光环 就引导了 哈利来到了一个 结冻的湖畔 让哈利发现了 格力分多宝剑 竟然就存在湖底 哈利潜入湖中 企图要拿回宝剑 没有想到挂在脖子上的 那个项链分灵体 真的像是活着的一样 肯定是感知到自己的死期 这样子 只知道说 湖底的这一把剑 就是 他的克星 所以真的就 活过来似的 虽然不过是一个项链 却差点要把哈利 给勒死 眼看哈利 就要溺斃在湖底 荣恩竟然在这一刻 忽然出现 救了哈利一命 捡回了 格力分多宝剑 哈利平直觉 认定这个分灵体 必须交由荣恩来消灭 可是分灵体 毕竟是佛地魔的一片 灵魂碎片 怎么可能乖乖的 作以代弊啊 分灵体 知诡诈 知恶毒 将荣恩心中 最大的不安全感 自我怀疑 全部放大 摊在他的面前 羞辱他 是魏斯里家中 最不得宠的儿子 最没出席的儿子 魏斯里太太 情愿哈利 来做他真正的儿子 分灵体还嘲笑荣恩 再怎么样子都不可能 比得上哈利 妙力 不可能把荣恩 放在眼里 真的要选 也是选哈利 也不可能 跟荣恩怎样 所幸荣恩 就算过往 曾经软弱过 曾经缺乏自信过 可是在那一刻 他胜过了 这些谎言 他轮起了宝剑 将邪恶的项链 刺穿 消灭了 分灵体 荣恩在关键时刻归队 不但救了哈利一命 还成功地 处理掉了一个分灵体 真的是功不可没 可是所有人最大的疑问 无非就是 荣恩到底是 怎么找到哈利的 哈利和妙力 在荣恩脱队之后呢 按照惯例 他们尽量保持移动 总是随机地 瞬间移动到 不同的荒郊野岭 基本上是不会在 同一个地方待太久的 决定杂营之后呢 第一件事情一定就是 设下魔法结界 还有各种保护咒嘛 要让营地 隐形 不被外人看见 所以除非今天是 哈利跟妙力 他们主动离开 他们所设下的结界 否则外人 根本找不到他们 也看不到他们的踪迹 一问之下 荣恩坦言 自己其实 在离开的那一刻 他就后悔了 可是想要回头的时候 已经找不到 哈利和妙力了 是一直到不久之前 他好像听见了 妙力叫自己的声音 仔细一听才发现 原来那个声音 叫着自己名字的声音 竟然是从邓不利多 留给荣恩的那个 席灯器 就是长得像打火机 可以一按 就把屋子里头 所有的光源 收纳起来 然后再按 又可以把这些光源 送还给 就是屋子里头的灯具 就是这样的一个 洗灯器 那个声音 是从洗灯器当中 发出来的 荣恩在那一刻 早就猜到 荣恩会抛下他们 会叛逃 荣恩说 He must have known I'd run out on you 可是在这一刻 哈利真的是非常 难得地展现出一点点 温柔智慧 哈利回他说 No He must have known You'd always want to come back 荣恩你错了 邓不利多 他肯定是早就知道 你一定会 一心想要归队 才为你预备了 这样子的一个办法 可是为什么偏偏 是在那一刻 洗灯器竟然起了 不一样的作用 荣恩离开 哈利和妙利之后 他也花了好一阵子 独自流浪旅行 事隔了一段时间之后 他才忽然之间 听到了 洗灯器里面传来了 妙利叫他的声音 原来在那一刻 刚好就是哈利 还有妙利 从Godric's Hollow 从高追客洞 逃回来的时候 那时哈利发现 自己的魔杖 被折成了两段 想要请妙利 想办法替自己 把魔杖给修好 当时自责不已的妙利 因为哈利的魔杖 之所以会断掉 是因为妙利 他们在逃难的过程的时候 妙利使出了一记魔咒 那可能有回击 把哈利的魔杖给震断了 所以他是充满着 愧疚跟罪恶感 在那样的情况之下 妙利提到了荣恩 提醒了哈利 你还记得吗 你们两个人在二年级的时候 荣恩的魔杖也曾经被折断过 折损如此严重的魔杖 是不可能被修复的 在那之前 哈利和妙利两个人 从来都没有提到过荣恩的名字 因为荣恩的离开 对两个人来说 都是很大的一个打击 如果讲到了荣恩的名字 只会触紧伤情 让哈利想起 他失去了自己最好的朋友 让妙利想起 他都还没有能够跟荣恩 坦白自己的心意 结果荣恩好像就误会了他 误会了他跟哈利的关系 可是妙利又没有办法 为了儿女私情 不顾全大局 所以妙利的心情 肯定是最为难受的 但就是因为两个人 在那一刻提起了荣恩的名字 想起了荣恩 才启动了洗灯器的 另外的这样的一个隐藏功能 才得以让荣恩找到了 回到好朋友们身边的路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美的隐喻 好像在提醒我们 我们的名字 在我们最亲密的人的口中 是很宝贵的 是有代表着某一种思念的吧 只要他们还会提起我们的名字 愿意叫我们一声 就好像代表着他们心中还有自己 就代表说不管今天 相隔多远的距离 好像都能够在 照出你的名字的那一口气之间 就瞬间跨越 就好像能够近在咫尺 就在彼此身边 原来我们的名字也能够成为 把自己和重要的人绑在一起的一种羁绊 就算我们只是麻瓜 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子 用显影术瞬间移动 可是只要对方 叫了你的名字 真的是好像一秒之内 你就出现在对方的心底了 所以下一次 如果你爸你妈或者是你的配偶 你的 跟你 你的至亲 跟你很亲密的人 联名待姓地 吼你的时候 你的第一个念头不要觉得烦 如果你刚好做错事 然后有点心虚的话 第一个念头也别急着想要逃跑 你要提醒自己 有人想着你 有人肯叫你的名字 那应该也算是一种甜蜜的负担吧 哈利 荣恩 妙丽 这金三角总算重新合体了 虽然这有如天降甘霖 可以说是 在一片绝望当中 实在是很难得 很宝贵的好消息 可是成功取得了格力奋多的宝剑 成功消灭了项链 分灵顶之后 三个人又再一次回到了原点 进入了一个撞墙期 下一步 到底该何去何从呢 与此同时 荣恩也带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情报 告诉了哈利还有妙丽 死死人也真不是省油的灯 他们特别在佛地魔的名字上 加了一个叫做Taboo 就是一个禁忌咒语 意思就是呢 只要有人斗胆直呼 佛地魔的名讳 那么死死人就能够立马追踪到 对方的所在位置 然后现身把你抓起来 死死人呢 总算也是长了一点脑哦 想到说 在这光景之下 任何还敢直接叫佛地魔名字的人 大概都跟邓丽多 或者是凤凰会 脱不了关系 八九不离时 是某种还抱持着一些正义感的反动分子吧 所以藉由这样的方式 可以很轻松的分众锁定目标 抓到那些和佛地魔势不两立的叛党 这也正是为什么 当哈利荣和妙力 在故事前期 从比尔·威斯利的婚礼现场 逃到伦敦闹区的时候 死死人竟然不费吹灰之力 瞬间就找到了他们 这就是因为呢 哈利他在跑路的过程当中 提到了佛地魔 讲出了Voldemore这个名字 他们三人的心机才会败露 哈利刚刚进入魔法世界的时候 他一直都觉得身边的人 不敢直呼佛地魔的名字 只敢紧张兮兮的说 You know who 那个人 He who must not be named 那个名字不能够被提起的人 用各种的代名词 或者是简称 这样子的行为 在哈利的认知当中 是觉得既可笑又恼肿 尤其在哈利发现说 邓利多向来也都是大方的 直接提起佛地魔的名字时 更是让哈利认定说 今天是那些有本事 有骨气的巫师 才不会受制于佛地魔的名字 被区区一个名字 吓到不行 邓利多也曾经睿智地告诉过哈利 对于一个名字感到恐惧 这只会突增对于这个名字的主人的恐惧 你没有必要去让渡更多的权利 给那个存心要让你感到害怕的人嘛 所以今天一个东西 它该叫什么名字 你就应该联名待信地叫这个名字 所以哈利 你就放胆 尽管叫佛地魔的本名吧 我想这背后的道理 其实很简单嘛 因为一般来说 那些叫得出名字来的东西 你好像就能够对它的本质 有一些的了解 因为你知道怎么称呼它 那它就成为是一个有形有体 可以被捉摸的东西 你删除掉这些未知 叫得出名字来的东西呢 理应就应该少掉一层 可能是源于无知 或是源于未知的恐惧 可是我想可能连邓布利多 他也不曾想象过 死死人会这么的聪明 会反过来利用这一点 去揪出那些异议分子 将一个过往 对于一个名字 没有任何道理可言的 不成文迷信 变成了一个可以被锁定 可以被追捕的一个真实的威胁 其实我觉得学魔法的人 他们在魔法世界里头的这些巫师女巫 他们应该都很明白 再清楚不过用字精准的重要性 因为在施法下咒语的过程 一个错误的发音 就连一个声调的不同 都很有可能会影响术师的结果 就好像你今天用葫芦粉旅行的时候 如果你口齿不清 你没有能够把你要去的目的地 给讲清楚的话 你很有可能就会被传送到 错的壁炉去一样 我觉得名字也是一样的道理 你怎么称呼这个人 你是用什么样子的语气 叫人家的名字 是联名带信的教室 有一个只有你才知道 才可以使用的昵称 还是你用一个什么样子的绰号 一个什么样子的代名词 这一切其实都反映出来 你跟对方是存在一个什么样子的关系 你们是亲密的还是疏离的 你们之间是和睦的 还是是有嫌隙的 这也不禁让我再一次想到 被指名 被designate这样的一件事情 这背后也都是有意义的 我们刚刚已经有讲到了 这个designated hitter designated driver 这些人之所以会被designated 会被指名 被点名 都不是随便乱选的 都肯定是 因为你具备某些特质 因为你有什么样子的一个条件 命名之所以重要 是因为命名的过程 很多时候真的是寄托了 某一种有意识无意识的期许 因为名字这个本身 其实也是一个提醒 不只是提醒名字的主人 更是提醒身边所有其他的人 这个人 他是背负着什么样子的一个期待 作者JK罗林 他曾经有在访谈当中分享哦 妙丽的名字 Hermione 之所以如此的不寻常 某种程度上 其实更多是反映出来了 妙丽他那对牙医父母 有多么的想要卖弄 他们是高知识分子 他们有聪明有学士哦 所以才引用了杀翁剧作当中的角色 来替女儿取了如此冷门的一个名字哦 可是很有趣的就是 妙丽他也不负父母亲的期待 所谓人如其名 真的真的就好像是有某一种 self-fulfilling prophecy 有一种自我应验的魔法一样哦 因为妙丽他名符其实的 长成了一个聪明伶俐 机智过人的一个女中豪杰 值得一提的是 妙丽他的middle name 他的中间名 本来是要叫做Jane的 可是后来却被JK罗林改成了Jean 主要呢是因为书中最令人生厌的角色 没有之一 真的就是恩不理居当之无愧了吧 而恩不理居他的名字刚好就是Jane 所以是为了不要让妙丽 跟恩不理居如此讨人厌的坏蛋 有任何一点点的挂钩 所以JK罗林他才临时改变主意 把妙丽的middle name从Jane改成Jean哦 我觉得这真的是用心良苦耶 也可以看到说 就算是在替一个虚构角色取名字哦 写书的作者 他们在命名上的用心 真的是不输给做父母的耶 这个角色的命名 意义有多重大 可见一般 透过今天以Designate作为一个主题 也希望大家好像有意识到就是 很多时候我们怎么称呼别人 我们是用什么样子的名字 用什么样的口气 这背后都是有意义的 There is power in a name 所以千万不要小看 命名指名背后的重大性 重要性 希望透过今天这个Designate的主题 有让大家也稍微意识到说 其实命名背后是有这么大的一个学问 你去指明 你去指定 这都是有很大的一个意义在的 你怎么样子称呼别人 你怎么样子要别人来称呼你 这其实都是事关重大的 这反映出来 你跟别人是有一个什么样子的关系 别人是用什么样子的态度来认识你 来和你互动 我觉得我们听完本周的节目 如果只能够有一个很深刻的take away 就是一个很深刻的提醒的话 那就是There is power in a name 我们的名字不只是名字 我们的命名背后都是带有权柄的 希望大家要实时想起这件事情 谢谢您收听今天的那些老外教我的事 我是华恩 我们下礼拜同一时间空中再聊咯 拜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我是华恩 我们下次再见